其實在安德烈慈善協會在2011年成立 其實我們成立的初衷 其實我們一開始就想要關心的 就是在台灣的弱勢家庭孩子的需要 那當然安德烈其實最特別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客製化服務 我們提供了嬰兒、善良、素食、長青 以及我們的專案食物箱 總共五種食物箱來幫助不一樣的需要的族群 不一樣年紀孩子的狀況 來提供他們生活當中所需要的屋子 但其實就是在過程當中看到說 我們一樣都要擺得很整齊 我要擺得很漂亮 大家要把它封得很好 就是其實就是我們要告訴說 我們不是把我們不要的給他們 而是我們預備一份禮物 其實非常感謝像瑞銘領其這樣子的 基金會還有公司這樣一起來到我們當中 其實